最近很多粉丝纷纷给我发私信 害羞这个情绪应该怎么样管理呢 因为毕竟害羞这个情绪多数都是出现在 那些刚刚谈恋爱的男生或者女生 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就会出现 很多人把害羞这个情绪 把它归类为负面的一种情绪 其实不压 害羞这个情绪是上天恩赐给我们人类的一种神秘礼物 你见过动物有害羞的吗 当一只发情的母狗喜欢上一只公狗的时候 它可不会害羞的 它会直接冲上去为所欲为 那害羞这个情绪是怎么产生的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也就是当你想要在你喜欢的人面前表现自己很好的一面的时候 又害怕表现的不好 然后就产生了这种情绪 所以你见过有哪个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会害羞的吗 这是不合同道理的 那害羞既然好 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管理它呢 然后害羞过度的话就会障碍我们的社交 也就是你想要表达的话和你想要说出来的道理说不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克制住害羞 不要那过度的膨胀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金巴多写过一本书叫做《害羞心理学》 这里面就谈到了一个方法 非常的实用 而且一般一用就好 叫做《空影子练习法》 怎么样做呢 非常简单 就是拿两张凳子相对放着 然后你坐在凳子对面 想象对方就坐在你的面前 这个时候你就把你想要说的话 说出来告诉他 第三步就跑到另外那张凳子里面 同样回想起你要说的话 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很多人就会问了 这个方法有效果吗 其实在心理学临床实验中 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很多人在刚刚谈恋爱的时候 特别是男生在追求自己女神的时候 会产生特别强大的反应 也就是脸红心跳 甚至是说话与无论次 为什么当他追到女神了以后 恋爱了以后 成家了多年以后 却没有了这种感觉 网上有个段子说的非常的贴切 叫做握着老婆的左手 不是握着老婆的手 如同左手握右手 一点感觉都没有 为什么当初如此的心跳激动 紧张到现在呢 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这就跟空椅子练习法的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你大脑出的那个假设的状态 跟真实的状态也是一样的 大脑习惯了这种东西以后 它就不会产生多巴胺和内分泛 不会产生这些东西的话 你的情绪就不会有波动 所以叫惊喜惊喜 没有惊就没有喜 所以这个练习对于克制 害羞是非常有用的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要是大家觉得有用 就赶紧分享给你的亲人和朋友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别忘了点击关注我哦